現在時間上午的9點32分 來看疫情指揮中心 這星期整會 大家早安 然後先跟大家說明 今天早晃跟縣市地方政府的 防疫夥伴們 所做的幾項的決定 那今天的會議當中 第一個我們還是重申 全國三級警戒發布後 為了防止各地出現標準不一個亂象 中央流行指揮中心 是依照傳染病防治法37條的相關規定 對於全國需一致遵守的防疫措施 定有各項的指引 那也都有對外的發布 請各地方政府來配合 達到全國防疫標準一致 說法一致 腳步一致 以利民眾落實執行 將傳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那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 從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都有明確的規範 那尤其在第三項的時候 第三項明白的寫出 第一項裡面的這些管制的作為 地方主管機關應採行的措施 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 應依指揮官的指示辦理 所以在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 已經明白的揭示 第二是為強化確診重症資源的調度 及醫療體系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日跟各地方政府開會研議 完成設置專責加護病房的原則 以及集中檢驗所後送醫院的綠色 通道的建置作法 有效掌握全國重症的收治量的 確保及重症醫療照護的品質 及資源調度的效率 並落實醫療機構的感染管制 那這一點在昨天會議提出來之後 指揮中心立即召集相關的部門開會 建立著這個準則跟標準來運作 第三為統一集中檢驗場所後送的 後送及處置的機制 那指揮中心昨日也要集了地方 消防局長統一醫療的後送做法 民眾只要這個應該 集中檢驗場所裡面的人員 接受撥打這個119的通報之後 那各地消防機關就會立即啟動所需的救護隊 前往救護後送 這個是在處理 這個集中檢驗場所內 那已經是輕症跟無症狀的送到集中檢驗場所 那因為集中檢驗場所分布在全國各縣市 那我們昨天邀請了22縣市的消防局局長 大家都有一致性 認為這個在防疫的措施上 全國的這個消防的這個夥伴們 絕對是團結一致 一起來合作 那不會分縣市 那在所屬的縣市的集中檢驗場所 必須後送就醫的部分 他們只要集中檢驗場所的指揮官 或是醫療醫護組的人員撥打119 他們就會究竟依照這個哪一個集中檢驗場所 要後送哪一家醫院 他們就會去做啟動跟處理 第四 有關各地方防疫物資的配方 請地方政府副首長指示各單位持續盤點 醫療院所及第一線的防疫同仁所需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物資組 會立即完成撥附 讓第一線的防疫同仁有充分的裝備 順利的來執行任務 這個也是 我們今天再次的跟所有的地方政府提醒 所有的防疫物資除了之前前幾天 因應地方有反應 那指揮中心也認為應該要超前部署 這個相關的防疫物資 所以已經有在前幾天都有事先先做一些 撥附 那如果隨時有不足立即反應 指揮中心就會立即撥附 第五 有關各地方由責任意願設置 社區採檢站的這個建議 考量責任意願的人力及收支的量冷 請醫及迫及必要性予以規劃 那勿排擠重症病患收支量冷 令社區快篩為尾陽的民眾 為減輕醫療及安置的資源 可先行緩加進行居家隔離的這個部分 那指揮中心會建立一個安置後送 就醫的標準流程 來以利後續的救護的安排 那這一個部分指揮中心 現在已經即刻在研議 那會立即來做處理 那這個是有關於今天會議中 大家討論的一些重點 那接下來跟大家說明今天這兩天出現在網路上 跟社群媒體上面不斷出現的 有一些都是過去 曾經在去年就已經啟用 那最近疫情 台灣的疫情比較相對 比較風險較高的狀況底下 那有一些資訊就又不斷的被提出來 那像有一個是在醫生的聊天 記錄的外流資數據 那又開始在流傳 那這一個我們看了一下 這個是IP是來自於境外 這是IP來自於境外的一個假訊息 大家注意看它使用的呢 也都是使用這個中國的簡體制 那這個IP我們經過我們的查詢 這也是來自於境外的一個假訊息 那我們也不斷的再次的提醒 這個多疑多查不亂傳這樣的一個概念 接下來這一則也是 在醫院太平間已經受不了這麼多的患者 只好只能把患者遺體遺棄在河裡 那特別 Mark出說是台灣的疫情 那 弄了兩張 這個看不出位置的這個圖 來混淆視聽 那這一個也是疑似從境外的人 是利用網路的跳板的方式 來做張貼的 那這個都是在企圖干擾 我國的防疫工作 那大家注意看 從剛剛的那一則 第一個是用簡體字 第二個呢 注意看有些文字是中國的用語 那包括他的用詞的方法 都是中國的這個 在常態生活裡面的用語的方式 所以這個這些特性 還請大家特別去留意 尤其看到簡體字的這個訊息 或是在訊息文字的使用方法 是過去中國常用的這種生活用語的方式 那請大家都特別來留意 不要任意的轉傳 那這個這個是利用台灣的媒體 來製造的一個假訊息 那這個是用抹爆的這個名稱來假冒 那在推克上來設置帳號 來推播說 這個疑似大量辦法肺炎的遺體集中在焚燒 那台北新北疫苗變鬼城 那兩萬人文字的內容裡面涵蓋 兩萬人已經離期失蹤等等 那這些的用詞 我們現在也發現 那這個也是一樣 今天我們說的這三則呢 其實都是從境外網路跳板的方式 來企圖干擾我們的這個防疫的相關的措施 那我們有特別再次的提醒大家 一定要務必注意 那散播假訊息的部分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尤其干擾了我國在防疫措施上的一些作為跟處理 那也造成了民眾心裡的這些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們再次的強調 散播疫情的謠言跟不死的訊息 最高可以處三百萬的罰元 那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跟拘役 所以這個再次的特別跟大家來做重申 好今天跟大家說明跟報告的部分就到這邊 副指揮官好 東森提問想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有媒體指出說 總通報量與總檢驗量差異達到了3.5萬件 這件事情能請副指揮官再幫我們解釋一下說 為什麼在這個網站上面的這個 公佈的新增通報數還有排除數確診數扣下來之後 落差會這麼大 謝謝 每天下午2點指揮中心都會將這個 對於確診的數量都會有一些 都會跟社會大眾據實的說明 那這幾天的數字也都相對 也都明明白白的揭示給社會大眾知道 所以這個要再次的說明 副指揮官好TVBS提問有幾個問題 一個是想問一下今天早上的防疫會議上 其中跟金門縣那邊的互動如何 尤其有提到說他們原本是要求民眾要先 如果到金門的話要提供3天內的PCR疫情報告 或是要不然就在那邊到機場就地裁檢 那這塊指揮中心是因為依法違法撤銷 那目前跟金門那邊的溝通如何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想要問的是WHA的部分 就是我們已經確定沒有辦法出席WHA 想問一下CDC這邊的回應 另外還有國軍的部分 因為之前有傳出說那個石軍團有人染疫 那目前軍方裡面有沒有要做相關的快篩 的一個動作來確保我們國軍弟兄的安全 謝謝 今天早上的會議其實金門縣政府 還是有再次的提出建議 那這個在兩次的全國防疫會議裡面 他們有分別提出那三個離島 也有一些建議 那這個指揮中心會綜合三個離島的縣市 來做一些研議 這個我們會就全國防疫標準的一致性 說法一致做法一致的這樣的一個策略 基調 那也依照傳染病防治法37條的規範 來做執行 那其實今天早上的溝通 我們會也明白的讓金門縣跟三個離島縣 都清楚 指揮中心會就他們的一個 三個縣的醫療量能 防疫的必要性等等 那我們會綜合一起來做研議來做處理 所以這個已經明白的告訴 那有關於他們金門縣所提的這個公告 昨天指揮中心也已經說明的清楚了 所以這一點 那有關於國軍的部分 國防部一直對於整個國軍 在整個防疫的這個計畫 他們都有清楚的研議 在國防部跟軍醫局的規範裡面 對於各營區整個這個防疫的整備 他們都有去制定一套的機制跟辦法 那有必要的時候 他們都會來徵詢指揮中心的相關意見 那有關於這個WHA的部分 外交部會做說明